詩篇二十一篇第七節 《王以靠耶和話,恩至高者的慈愛必不要動》 我們講過在中文聖經翻譯 有時候和希伯萊文有些不同的地方 未必將原本的原意去清楚地翻譯出來 在這一節經文 其實在中間那個《恩》 就是因為那個《恩》是一個連接詞 如果你照中文聖經這樣看 就是《王以靠耶和話》 接著就講《恩至高者的慈愛必不搖動》 就是將那個《恩》放在中間 但是在希伯萊文這一節經文 第一個字一開始就是那個連接詞 就是因為那個《恩》 所以如果我們照原文那個意思 這個《恩》就是承接上面 第六節你使他有洪福直到永遠 又使他在你面前歡喜快樂 然後就是因為《王以靠耶和話》 所以我們看重點就是《王以靠耶和話》 他為什麼蒙神赤福他得著這個喜樂呢 原因就是因為《王以靠耶和話》 如果將中文那個翻譯 放在《王以靠耶和話》之後 那就變成了 重點就不是在《王以靠耶和話》 就在《至高者的慈愛必不搖動》那裡 所以這裡我們需要去看到 其實在第七節是有兩方面的 就是神赤福大衛 一方面是因為《王以靠耶和話》 就是大衛他作為《王》 他對神那個的依靠 這個就是從人那方面 但另一方面呢 後面那裡他就說了 並且是加上至高者的慈愛必不搖動 這個就是出於神作為至高者 他那個的慈愛是不會搖動的 就是說這種慈愛是不會改變的 那所以呢 一方面是恩著王 他以靠耶和話 另一方面是至高者的慈愛必不動搖 所以是兩方面一起去帶出來 所以今天我們都需要學習去依靠耶和話 我們有個依靠神的心 另一方面 我們也都需要經歷至高者的慈愛 認定神對我們的愛是必不動搖 無論我們遇到什麼情況 我們繼續去依靠神 七天父我們真是感謝讚美你 因為當我們依靠你的時候 好似大衛依靠神的時候 主啊你就會讓他經歷到這個的祝福 特別 我們也都認定至高者的慈愛必不動搖 你的愛是不動搖的愛 我們需要繼續依靠仰望你 感謝讚美主 祈禱和主名求 阿門